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昨,17日,抛出政治不应由政治世家把持说法,疑似在暗讽对手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,对此苏真昌金,18日,回应,表示台湾已进入民主选举的时代,确实已非蒋加一党独占的时代。 而绿伟段仪康则认为,侯友宜心中应该对新北市长朱立伦很肚烂,否则不会说政治不应由政治世家把持。 侯友宜昨在卢州区竞选总部受正义事上指出,他没选举过,家族甚至没人选过李长,看到台湾政治长期被政治世家把持,很怀念二十几年前没有对立冲突的台湾社会, 政治应该属于全民,而非一党,一家,一派所把持持。 侯友宜讲的是苏真昌,当然不是。苏真昌又没有当省议会议长的老丈人。 段仪康在脸书表示,侯友宜心中应该对朱立伦很肚烂,否则不会说政治不应由政治世家把持。 段仪康说,侯友宜前两天去为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斯伯站台时一定很不爽,你这个草包,如果不是高宇人的儿子,朱立伦的小舅子,凭什么和我一起选六都市长? 段仪康说,其实朱立伦的母亲就是出生大西的政治世家。 她还在读书的时候,朱爸爸更当了桃园县议员,后来高升选上国大代表。 今日台湾像朱立伦这种本家、岳家、双管、完整的政治世家,也算少有了,好懂,你的心情大家都懂。